罗佛事故来河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当局在过去两年一共打捞出大约3万公斤的垃圾 罗佛周大臣纳都温哈菲兹表示 州政府将推动事故来河特区计划 并放眼在未来五年内解决河流污染问题 包括加强取地非法丢垃圾 因为它有评论如果我们看到多么的河特区计划 它非常非常兴趣 所以,肯定是更加激烈的河特区计划 我已经说了专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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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 温哈菲兹今天出席金山园专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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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业 暗部就班的在未来五年内落实十项创意 包括加强废水排放执法 提升现有的垃圾容纳器 机械化清理事故来河等等 另外,事故来河案一千多处违建房屋将会被重新安顿 以确保彻底解决河流污染问题 handmade败干 ALL 他考虑赢 怎么回ня 高潮污染 女生 优优独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